哪个岛最热啊? 套丁岛 嗨,我是猫猫 欢迎来到童话套丁岛 一起从童话故事里 发掘生活中的各种小知识吧 我们都在套丁岛更新哦 嗨,大家好啊 开始上学一阵子了 大家都习惯了吗? 我有回到早睡早起的正常作息哦 要是不早睡的话 早上真的爬不起来啦 对了,上次听完希腊神话之后 我有一个问题 小义,什么问题呢? 上次我们讲希腊神话的时候 有说到 人是怎么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 那我想问一个 最最最最根本的问题 这个世界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 地球诞生于约45.4亿年前 42亿年前开始形成海洋 并在35亿年前的海洋中出现生命 之后慢慢氧化出现在的生物面貌 天啊,45亿年前 这个啊,是由科学的角度来看世界啦 当然,如果要说到宇宙的话 那就更久远咯 这么多个零我已经不能想象了 关于这个问题 一样有很多神话故事哦 不然我们继续来讲希腊神话 听听希腊神话对于世界的起源 又是怎么形容的吧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最最最原始的世界是一片虚无 没有人也没有神 更没有任何具体的东西存在 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时间 在这片虚无中诞生了三位神明 他们分别是掌管地狱的塔尔塔洛斯 代表爱的爱神厄洛斯 以及大地女神盖亚 盖亚望着一片荒凉的大地说 现在这个世界有了大地 地狱以及爱的存在 但我总觉得还是少了什么 嗯 啊 有了 于是盖亚在大地上创造出许多高山 还造出了海洋跟天空 他们分别有海神彭涛氏 天空之神乌拉诺斯掌管 后来爱神厄洛斯觉得 哎哟 你们两个很适配呢 因为爱神的能力 天空之神乌拉诺斯 与大地女神盖亚互相喜欢 两人日久生情 盖亚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可喜可贺 两人结了婚 并孕育出六名女神和六名男神 这十二位神明被称作太坦神族 此外 盖亚和乌拉诺斯还生下了两组怪物 他们分别是 我们是独眼巨人 我们是感情很好的三兄弟 问我们 问我们了 我们是百臂巨人 我们拥有五十颗头 和一百条手臂哦 但我们一次只让一张嘴说话 不然会吵死人 我们也是三兄弟哦 在这个诸神相继 从大地诞生的世界初期 虚无当中也诞生出两位神明 啊 我是黑暗之神 二瑞波斯 我是夜之女神 尼克斯 后来又因为爱神觉得 哎哟 你们两个很适配呢 因为爱神的能力 两神相爱结婚 某一天 夜之女神尼克斯说 亲爱的 我怀孕了 啊 真的吗 嗯 啊 那太好了 我还有更好的消息 要告诉你 我怀的是三胞胎 哇 后来尼克斯生下了 天上空气之神 白昼女神 还有名府的百度人 因为有我夜之女神 和白昼女神 黑暗之神 和天上空气之神 这四位神明的组合 让整个世界 从此有了黑夜与白天 幼暗与光明的区别哦 嗯 我们夫妻俩呢 后来还孕育出许多神明 只不过 这些神明大部分都象征不吉利 有什么死亡啊 睡眠啊 梦境啊 呃 忧虑 谴责 争斗之类的 呃 不好意思啊 这些神明日后也成为你们人类烦恼的来源 呃 呃 呃 谢谢 谢谢 呃 让我们把剧情转回到大地女神盖亚这边 因为和盖亚结婚后孕育了许多神明 乌拉诺斯因此成为了众神之王 诸神之父 均临着整个世界 但是他有个烦恼 嗯 我不太喜欢独眼巨人三兄弟 还有百壁巨人三兄弟他们 虽然他们都是我跟盖亚生的 但是他们长得实在太过丑陋 看了就让人不舒服 对了 把他们丢到地狱 关在塔尔塔罗斯那边就好了 乌拉诺斯把独眼巨人 还有百壁巨人们都带到大地的裂口 然后通通丢进地狱深渊里 来 你们以后啊 就住在塔尔塔罗斯伯父这边吧 怎么这样 父亲 哭哭 哇 盖亚知道这件事情后非常生气 因为对盖亚来说 不管是泰坦神族还是巨人族们 都是自己疼爱的孩子 这个乌拉诺斯太过分了 既然对我的宝贝孩子做出这样的事 盖亚愿恨 也是大家的父亲啊 这时候 十二神当中年纪最小的农耕之神 克罗诺斯自告愿亚愿恨 克罗诺斯自告愤勇举起手说 准备跟盖亚愿恨 准备跟盖亚亲近的时候 哎哟喂呀 我老婆今天也很美呢 克罗诺斯 克罗诺斯 是现在 好的 嘿咻 啊 我的青春小鸟一举补回来 乌拉诺斯的小 被斩断飞走了 滴落的血 后来诞生了复仇三女神跟巨人族 最后小 掉进海里 周围冒出许多泡沫 从这些泡沫中又诞生了代表 爱与美的女神阿弗罗代提 重伤的乌拉诺斯 从诸神之王的宝座上跌落 克罗诺斯 也因为推翻父亲 成为了第二代的王者 克罗诺斯 也如母亲盖亚所愿 把被关在地狱深渊的怪物兄弟 解放出来 但是 登上众神顶点的克罗诺斯 立欲熏心 不但跟自己的姐姐 瑞亚女神结婚 还因为嫌弃怪物兄弟们 又把他们送回地狱深渊 封印起来 你们以后还是住在塔尔塔罗斯伯父那边就好了 怎么这样 兄弟 盖亚知道后很生气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他们长得实在是太丑了 我预言 你也会跟你父亲一样 被自己的孩子打败赶下王位 克罗诺斯 克罗诺斯想起了父亲的遭遇 不禁害怕起来 我才不想变成那样了 后来 他的妻子瑞亚 产下了第一个孩子 亲爱的你看 是个可爱的女娃 我 我的孩子 克罗诺斯想起盖亚的预言 你也会和你父亲一样 被自己的孩子打败赶下王位 我的孩子 你干嘛把孩子给吞了 于是瑞亚没产下一个孩子 克罗诺斯就会立刻把孩子夺走 然后直接吞进肚子里 这些孩子分别是 赫斯提亚 提密特 克拉 黑蒂斯 还有波赛顿 接连五个孩子被吃掉 瑞亚因此心生不满 就在第六个孩子 宙斯即将诞生的时候 她跑去向盖亚求助 到底宙斯能不能平安出生呢 盖亚又会提供什么妙计呢 我们下回待续 哇 在这个故事里 登场的希腊众神也太多了吧 嗯 希腊众神的登场人物 真的非常多 可能在一篇故事里 会登场的神就多达几十位哦 对了 像这种同时信仰很多神明的宗教 被称为多神教 像是日本神话 埃及神话 北欧神话 或者是台湾的道教传说等等 就是属于多神教 多神教的神话非常热闹丰富 而且出场的人物很多 相对的呢 像基督教那样 只崇敬一位神明的宗教就被称为一神教 多神教神明的特点 就是每一位神明都跟人类很像 有像是人类的性格 但是呢 又因为他们是神明 所以拥有会飞天 遁地 甚至是变身等等 这些人类无法拥有的能力 嗯 还有一点哦 我们在听故事的时候 可以多多注意 我们可以发现呢 这些神明很容易显现欲望 他们也会伤心 高兴 嫉妒 得意忘形 犯下愚蠢的错误 导致失败 其实啊 和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 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唯一的分别就是 他们是神 拥有不死之身 和无限的时间 这些神明 虽然也有可怕的地方 但也是相当亲近 受人敬爱 哇 好酷 好有趣哦 难怪很多岛民 特地来告诉我们说 他们很喜欢希腊神话 原来里面的内容 这么丰富 对啊 这也是为什么 希腊神话 自古以来 一直受人欢迎 好的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啦 下次再继续讲 宙斯诞生的故事吧 好耶 那我们 下次见 拜拜 哈喽 大家这礼拜过得好吗 礼拜三就是教师节了 老师们不管是在教学上 或是生活上 每天都对我们很认真的付出 学校里有很多老师 每天在教导大家 或是你们的爸爸妈妈 就是老师 这两天 记得跟老师们 说声谢谢哦 这礼拜有谁参加 五安点点名呢 有 俊腾 雨冰 离节 环饮 所有来参加 五安点点名的岛名曼 这礼拜可能会更凉更冷 出门记得要多加件外套哦 大家加油 大家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